- 嗨,大家好,我是Watson 今天跟大家聊聊一件衣服的成本到底多少錢 一件衣服的成本到底多少錢 相信這應該是蠻多人都很好奇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有在關注街頭文化的朋友們應該就會知道 街頭品牌Noah曾經在官網中公布過他們的T恤和外套的成本 那其實Noah敢這樣子公開我覺得就已經算很厲害了 我也很尊敬這品牌 但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是一個更誇張透明的品牌 叫做Everlane 那這品牌到底有多厲害呢? 他把他的每一項單品,我這邊說的是每一項喔 也就是包括上衣、帽子、鞋子和襪子等等 只要他有賣的,他就全部都告訴你成本多少 那基本上他的成本大概是落在定價的25%到40%之間 據我所知這個成本算是非常高的 那因為我本身是知品系畢業的 所以包括我自己還有身邊蠻多人都有在業界待過的經驗 那據我所知一般的定價策略大概是成本乘以4到10倍都有 所以反過來說 一般的成本大概就落在定價的10%到25%之間 不過我現在講的這個數字都只是服裝本身的成本而已 還沒有包括行銷和營運等等的費用 所以根據每個品牌的狀況不同 實際的定價都會有所差異 這個數字也只是一個概率而已 但不管怎樣 跟一般多數品牌的10%到25%相比 Everland 25%到40%的原價率是真的算非常高 那它為什麼要把商品定價定這麼低 又為什麼要公開這些資訊呢? 其實理由非常簡單 只是想讓我們消費者知道 這間商品的定價是合理的 又是更白話的說就是 雖然我們的商品定價沒有很高 但我們選用的物料都是具有一定的水準或是環境友善的 同時我們也給我們的合作夥伴應有的待遇和報酬 或是用具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 我們在賺錢的同時也擅盡系列社會責任 那就我個人來看 我相信一個敢把所有的商品成本都公開的品牌 一定是有兩把刷子 一定是能經得起大眾檢視的 那除了成本完全透明以外 它也會告訴你每項單品是在哪個工廠生產的 甚至我們可以在它的官網中看到 它所配合的工廠的列表 以及這些工廠的相關資訊和照片等等 所以透過這些我們就可以很安心的消費 沒有害怕自己成為血汗工廠的幫兇 也能避免當年孟加拉的悲劇重演 另外必須補充的是 品牌不管在布料、包裝、甚至店面的裝潢等等 或是只用經過環保認證的材質 或是把舊物重新回收再利用 來把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 此外他們也曾經和非營利組織 Oshiana 合作 藉由捐出部分收益 來協助推動海洋生態保育 那最後他們還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他們努力在生產和營運等各方面 都使用回收的塑膠 而不去製造新的 那這東西難度其實非常高 雖然他們已經做到90%了 但剩下的10%真的就是很難達到 所以他們也提供一個計畫 讓消費者集思廣益 來募集一些有用的想法和點子 並資助2萬美元 就是希望真的能夠100%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透過上述種種作為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品牌真的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我就隨便喊喊口號打打嘴炮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和他們合作的原因 因為雖然他可能真的不是我平常買衣服時的首選 這事實必須承認 但我就覺得他們很酷啊 我還是很尊重他們 所以就好像我可能真的不會去穿公下過魚的衣服 但我就覺得他很酷 所以我就介紹 就一樣的道理 好那在簡單介紹完品牌之後 我們就直接進到開箱的部分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個人超級喜歡的秋冬單品 搬拉鍊上衣 那其實我個人就是對高領啊 是完全沒有抵抗力 結果我覺得高領就一個字 就帥 對 所以他除了高領以外還多了拉鍊 你就可以隨著你的心情或是天氣 來做變化和調整 尺寸性真的非常高 所以我強烈建議各位 如果大家衣櫃裡還沒有這種單品的話 今年秋冬真的可以入手一件試試看 真的不會後悔 那我現在手邊除了粉藍色以外 還有米白色 和駝色 不過其實他還有出黑色啦 只是因為 我已經有一件別的牌子類似款 所以就沒有拿 那他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跟一般的半拉鍊上衣相比 這件拉鍊其實做蠻低的 讓你在造型上有更多彈性和變化 那版型的話 它是做了點落肩的oversize 有點寬寬鬆鬆的版型 所以穿上去的感覺就會很chill很layback 那我個人是超級喜歡這種 很輕鬆不費力的態度 就很像你打開衣櫃 然後隨便跳件衣服 套上去就出門那種 我就覺得超帥 那這件還有很棒的點就是 它雖然是做oversize的版型 可是它長度不會到太長 就算你不紮進去 它也不會拉定你的腿部線條 而且它也不會說 短到讓你完全沒辦法紮 所以 長度的部分我覺得它是抓得蠻剛好的 那材質的部分必須說 它雖然是羊毛 可是真的完全不會刺 甚至是很舒服的那種 我個人是直接單穿啦 對 那我個人對羊毛的話 比較算是普通人吧 我覺得就是 一般人覺得刺的我也覺得刺 但也沒有到特別敏感啦 不過這算是比較主觀感受的部分 所以就僅供大家參考 那保暖性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真的沒話說 就是超保暖 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我是前幾天拍穿搭的 那我是在冷氣房 單穿喔 然後大爆汗 就是真的是超保暖 所以真的不用擔心 所以總結來說的話 我覺得不管是造型上 還是舒適性 甚至是保暖性 我覺得這件真的都非常優秀 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那在簡單介紹完之後 我們就進到穿搭的部分吧 首先講到秋冬 就會很自然的想到黑色和橢色 這套穿搭我選擇把拉鍊拉到底 並搭配中型帽 來形成一種比較神秘的感覺 下身的部分 我把衣服紮進褲子裡 藉此拉長腿部線條 至於襪子的顏色 我特地選擇接近上衣的黃色 來製造一些視覺上的小亮點 形成一套簡單又不失有趣的穿搭 另外如果你不想走這種神秘路線的話 也可以選擇把帽子拿掉 將頭髮大膽地往後抓 同時把拉鍊拉開 並放出衣服下擺 這樣就會形成一種隨性不惜的氛圍 也就是我剛剛說的那種毫不費力的感覺 對人真的非常喜歡這種味道 接著我們來看看米白色的搭配 這次我選擇結合前兩套的穿法 也就是在拉開拉鍊的同時把衣服紮進去 而下身的部分我選用給人溫暖感受的 駝色燈心絨長褲 並把原本的黑鞋換成白鞋來呼應上衣 跟剛剛的駝色配黑色相比 駝色配米白會讓人感覺更加親切 是個相當適合氣質暖男的穿搭 那最後我們看到粉藍色 這套穿搭我延續剛剛把拉鍊拉一半 並紮下擺的穿法 但不同的是我內搭了一件白色高領 藉此做出層次 更同時呼應白鞋和帽子的LOGO 下身的部分我選用色彩相近的牛仔褲 並使用飽和度較高的藍色腰帶來做點綴 這樣的配色不僅在視覺上十分協調 更能擺脫以往冬天就是要穿深色的既定印象 給人開朗且充滿活力的感受 非常適合活潑外向的大男孩 那最後還是要以私心最愛的隨性風 來為今天的示範做收尾 這套穿搭除了高領和皮帶的部分以外 基本上跟剛剛的第二套其實差不多的 但這也正是穿搭有趣的地方 因為同樣的單品只要換個顏色 甚至只是稍稍改變一下 頸褲和下擺的造型 就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 真的非常有意思 但更有意思的東西來了 其實大家剛剛看到那幾套造型 不管是上衣還是褲子 其實全都是女裝 對 所以這也再次說明了 服裝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只要你喜歡你穿得下 穿得舒服穿得開心 那它就是一套最好的穿搭 真的不用被任何規則所拘束 服裝應該是充滿自由的 那最後就是大家期待已久抽獎時間啦 那今天要抽出來的獎品就是 登登 Evelyn 的超實用小包包 但我沒拆啦 因為要送人嘛 不知道我一直拆 但它大概就長這樣 那我有一黑一白 不過它也不是白啦 就是灰灰迷迷的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但就這顏色 那這東西可以幹嘛呢 其實它超方便 就假設你今天出差或出去玩 你一定會帶很多東西嘛 所以你就需要分門別類 不然如果所有東西 都直接往包包裡丟的話 你需要的時候就會超難找 所以這個包包就可以讓你放些小物 那我故意選兩個不同的顏色 因為這樣就不會搞混 舉例來說 只要3C類我都會放黑色 像什麼行動電源啊 線啊 插頭轉接頭 什麼有的沒的 我就放黑色 那白色的話 我就會放一些可能 香水啊 然後洗面乳 防曬乳 或刮鬍刀 女生的話可能就保養品 反正 灌洗類我都放白色 因為白嘛 美白就很好記 所以基本上 只要我這兩咖 出去玩 零食要找什麼東西 真的都超方便 所以 真的是蠻實用的 送給大家 那抽獎方法非常簡單 只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按讚這支影片 然後在底下留言 我想要超讚的Everland 包包組 同時告訴我 你想要看什麼題材的影片 那我就會在這支影片 發布後的一個禮拜 抽出得獎者 祝大家可以順利中獎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想法歡迎底下留言 喜歡的話 就忘記讚加訂閱 我是Watson 我們下次見 掰掰